佛友之间只能传递正能量 不能传递负能量 否则就像传染病一样 会把病毒传给别人 一定要坚定信念 对佛的信念 就像每个人身上的免疫力一样 别人的负能量就伤害不到你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坚强的意志来自于坚定的信念 如果一个人可以坚持学佛 说明他有坚定的信念 他的愿力很大 本身就有愿力 坚定的信心就是他坚定的愿力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危机时刻大喊菩萨和师父 马上缓解 帮赌博喝酒的儿子念经后 他像变了个人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K师兄一天吃饭时 突然天旋地转 整个人摇晃 控制不住 守抚桌子 找个位子 坐下 坐下后也不行 眼睛闭不了 翻来翻去的 人感觉不受控制 师兄拼命地喊 观世音菩萨救我 观世音菩萨救我 突然 他又想起了师父 又叫 师父救我 师父救我 我是您的弟子某某某啊 叫了菩萨和师父后 症状马上减轻 慢慢就好了 菩萨和师父 大慈大悲 闻声救苦 有急有难时 马上要想到 菩萨和师父 菩萨和师父 一定来救 K师兄的儿子 几年前赌博 输了几十万 不断地向师兄要钱 而且他找了 好多女朋友 还让女朋友 打胎几个孩子 事业不顺 整天喝酒 得了酒精性肝病 童修很苦恼 后来K师兄 运用心灵法门 帮儿子做功课 给他的药精者 烧了几百张 经文组合小房子 一年多下来 师兄说 他儿子和以前 完全不同 像变了个人 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现在很乖 不赌博了 很少喝酒 在没有用药的情况下 儿子的肝病也好了 神奇不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下面我来分享 学佛念经后 发生的灵验事例 一 年轻愚昧 无知 造下堕胎的恶果 导致长达二十年的腰背疼 我深深地向菩萨妈妈忏悔 年轻时的我 真的很愚痴 只想生儿子 因为不懂因果 而打胎了两个孩子 之后 我的身体就越来越不行了 感觉身上腰和背都很痛 一直到2004年 我如愿生了儿子 但我后背那个痛啊 一直都不好 到现在痛了二十多年了 那个最痛最严重的时候 痛起来 我就是上厕所都坐不下 睡觉我坐到床边 脚都提不起来 都让我先生扶我上床 我自己无法躺下睡觉 我先生都一只手放在我脖子上 一只手放在我腰上 帮我躺下来睡觉的 这二十多年 我受了这么多的苦 真的没办法用语言表达清楚 不但自己苦 我身体不好 连对家人也受苦 现在知道这一切 都是我当初年轻不懂因果 造下了那么重的杀业 现在深深地跟菩萨忏悔 我一定会好好地念金还债 消业账 二 有幸得闻佛法 走进佛门 2016年9月份 我有幸遇到心灵法门 便结缘了法宝 刚开始我真的是看不懂 我就求菩萨慈悲加持我 我是诚心诚意地 想要学佛念经的 菩萨真的很慈悲加持 没多久 我就学会了念功课 12月20几号 我就开始念经文组合小房子了 自从我一直念经文组合小房子 一次次烧送下去后 我的腰痛 我的背痛 就开始慢慢消失 经文组合小房子 真的是无比灵验神奇 看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我先生和我全家人都支持我学佛念经 真的好感恩菩萨 现在 我有时候也去店里帮忙 我先生都会说 你去念经好了 儿子叫你去念经 你不用在店里帮忙 三 我有幸参加了师傅在米兰和新加坡的法会 近视眼康复 摘掉了已经佩戴了五年的眼镜 第一次去开法会 就跟师傅握过手 我真的太感恩师傅了 我真的很幸运 那个时候 我因为近视眼 已戴了五六年眼镜了 参加法会回来后 居然把眼镜拿掉了 就不需要戴眼镜了 我真的太感恩师傅了 真的是佛法无边 2018年 我又参加师傅在新加坡法会 哎哟 去的人可真多 场面太震撼 太感人了 在法会 我截圆了三本佛言佛语的书 回来后 我就天天早上求菩萨慈悲加持 我读懂佛言佛语 菩萨真的有求必应 我很快就会读佛言佛语了 一个月后 我开始读师傅的白话佛法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傅的慈悲加持 我很快就会读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傅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傅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佛光普照辞旧岁 正信正念迎新春 有关春节期间的佛学开示 有关春节烧头香 及佛台的问题 有关上头香的注意事项 摘自2012年1月22日 悬疑问答节目 今天是年31月22号 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问台长 很多的今天烧头香的规矩 台长现在简单的告诉大家 就是烧头香应该首先要 今天最好我们学佛的人 能够吃素是比较好的 第二个最好有沐浴 还有供花供水果 那么让你所求的事情比较灵验 另外烧头香最好求三件事情 不要超过 而这三件事情不能说 保佑我全家 身体好 平平安安 这个都不算的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泛泛的指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烈根性都不一样 所以最好求某一件事情是指指的 就像说 我最近皮肤不好 就说请菩萨保佑我皮肤能够好 就是某某某能够皮肤好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明天是我们中国人的新年了 那么台长在这里呢 首先呢预祝大家呢 身体健康 青年的学佛精进 除夕夜在小佛台上投降 能否连接到天上 摘子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 第363 问 之前在佛子天地游记中描述数以万计的金色光芒 从梭婆国土心灵法门佛台上空连接到南天门前面的金色水池 非常广大 非常广大的金色通道是来自各处不同地区的共修会佛台 又细精光是佛子们是佛子们家中的佛台通道 请问 小佛台 一根根根金色的线 你只要有这个渠道 菩萨就能加持到 师父开法会的时候 请菩萨给你们加持 你只要手经常举着 这根根金色的线就是通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给你们连的 一条一条非常亮 有些人一求就灵 就是观世音菩萨给你们的金色的线 关键时候一喊菩萨 菩萨就来 守岁可以到几点 午夜十二点后才是上头香 摘子2012年1月20日 悬疑问答节目 出去晚上那个守岁 你们不是说越长越好吗 一般就是说 最好守到几点 我们念经的话 就是说可以念到几点钟呢 一般念经可以通宵念的都没问题 你只要不睡觉 但是呢一般的呢 就是说如果人家一般的 这个仪式是从十二点钟到两点钟左右 这个时候呢是所以头头香 那么你整个年初一呢 都所以头香 明白吗 但是呢这个应该是十二点钟才开始 所以有的地方呢 说十一点钟就开始 我告诉你这个绝对不对了 所以这个香你烧下去就不一定对了 为什么呢很多人不懂 还以为哎呀十一点钟就开始了 哎呀头头香 其实我告诉你 你想想看过新年 你如果十一点钟能成为新年吗 嗯对对对 对不对呀 哪有这种事情呢 你时间不到 你比方说考试讲啊 大家十二点钟呢 你十一点钟就会考吧 那肯定是作弊 那肯定又是不对了 五月十二点前提早上香不能算头香 摘子2012年11月16日悬疑问答节目 我们这家的风修是晚上十点半就开始上香 那么我们七点半现上十二点再上可不可以 可以的 也属于头香 你这个十点半实际上这不是头香了 因为没过这个时间呢 你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生孩子十个月的预产期对不对呀 你说说他没生出来算不算孩子出来了 你同样说你这个时间没到你算不算这个时间到了 那什么叫头啊 刚刚时间一过那就头 那是过十二点以后上 对了 头头香是什么 头头香就是十二点钟一过就烧 头香是什么 这个年初一整个一天都叫上头香 听得懂吗 头头香的话呢就是烧得厉害了 就是这个时候啊 天上的菩萨天官啊 仙人啊 全部都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说加持力大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 那么谁在前面呢 谁呢就是说能够 啊就是有求必应啊 好因为年初一整个一天呢 都是啊 也算头香 因为菩萨都在也很好的 时间就还没到了 那你还要烧年尾香啊 听得懂吗 那你还要烧得旧香啊 头香是新香 新年的第一天啊 终生一响 那才叫头香啊 那你这是年三十晚上 那不叫头香 就像春节晚会一样 那是叫洗迎新年 那要是方便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烧碗头香以后呢 放冰棒有两种意思 除旧税的话你可以提早放 你说为了迎新年 你就是过了年再放 那那就分两次放可以吗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在十一点多钟的时候 你冰冰棒 那是出息 对不对啊 啊 然后你过了年一过冰冰棒 那是迎新年 上头香用不用架的一个人上一边呢 上头香的话 用不着一个人上一边 就是说上头香的话 大家可以同时磕头都没关系 比方说你家佛台再小 你过时间 每人来之下插上去 嗯 大家可以一起磕头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坚持成功 有些人就不能成功 其实这个坚定的信念 就是他的愿力 我愿意学佛 我愿意成菩萨 我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信念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